大家好我是董正隆 那我這邊簡單的讓大家看一下 當你的第一個名單新增的時候 GearResponse它是新增的名單 大家可以看到定好 然後當有人加入你的名單 這是Subscribe 就是通知的意思 這一個人已經有一個人 所以如果我們點擊進去看一下 好 所以呢 打開之後你就會看到 它基本上就是通知你呢 這個活動是什麼 然後那個 加入你名單的人的姓名跟Email是什麼 然後它甚至呢 會給你 就是高雄台灣 OK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它給你的第二封信 它這個標題是說 一個友善的提醒 來自GearResponse團隊 這樣子 好所以它這邊是說呢 親愛的Eric呢 謝謝你使用GearResponse 那我們注意到你還沒有升級 所以它是希望你去付款 OK 所以呢如果你按了這個之後 你就是準備付款 OK 那當然我是強烈建議你使用 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 好 然後最後一封信呢 這個第三封就是 恭喜你 你已經增加了第一位的訂閱者 OK 所以這是當你有第一位訂閱者的時候 他會寄信給你 他說恭喜你 已經新增了 那 它其實 GearResponse提供了很多 關於收集名單 這方面的資源 所以它這邊就提供一個 如何增加你的電子郵件行銷的名單數量 這樣子 這個就可以按了就可以直接下載 不過一定是英文 那日後呢 真的有機會的話 我再把它翻譯出來給你們看 好 或是講一些重點 OK 好 不過這個就是 你一開始新增的第一個名單之後 所會發生的事情 好